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國立台東高中趙老師 這次要講解的單元是萬有餘地的立體演練 我們在這個單元裡面會有兩個題目 我們先來看第一小題 如徒所示,質量分別為M1、M2的兩個物體 相距L,想要在M1跟M2的連線上找到兩者引力合為0的一個點 那麼這個點跟M1距離為多少 這題要怎麼求解呢? 請各位同學記得,因為這一張是在萬有餘地 所以你一定要對萬有餘地的公式 GM1、M2除以R平方 要能夠確實記得 再來,題目的關鍵是找到某個點 而使得這個點引力合為0 所以就需要在高二上所學到的淨力平衡的概念 那我們來正式進入解題 首先我們可以假定10點距離M1、X2 然後在這個位置上放置一個質量為M的物體 所以我們會看到M跟M2之間的距離就變成L-X 那麼M跟M1之間的萬有餘地就是畫面上藍色的箭頭 就可以寫成GM1M除以X平方 而M跟M2的萬有餘地則可以寫成GM2M除以L-X平方 那題目要求引力合為0 所以這兩個力量要相等 那麼經過數學計算之後 就可以得到M1除以X平方等於M2除以L-X平方 再整理一次可以得到 更好M1除以更好M2等於X除以L-X 最後整理之後可以得到X就等於了更好M1L除以更好M1加更好M2 這就是第一小題 這就是第一題的答案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二題 有兩個質點質量都是大M 固定且相距為2D 另一個小質點質量為小M 放在兩個固定M的垂直平分線上 距離兩個物體的終點為X 此時M會受到兩個大M的萬有餘地 第一小題 求質點M的萬有餘地的量子為多少 第二小題 如果X等於0 那麼萬有餘地量子又不會為多少 那麼這題怎麼求解呢 請各位同學想想看 既然空間中有三個質點 應該把質點M放在大M連線終點的上方 我們會知道小M會受到大M的萬有餘地吸引 而且是兩個 但是小M跟大M之間的距離都是一樣的 所以兩個引力值不管是F1 F2都會相等 那麼就會等於G大M乘小M除以D平方加X平方 再來 再來圖形上可以看到的是水平分量 水平分量必然互相抵消 只會留下千值分量 而千值分量是等於兩個垂直分量的總和 所以可以寫成了F等於兩倍的GMM除以D平方加X平方 乘上的cosθ 而cosθ剛好在圖形上可以改寫為 x除以根號的D平方加X平方 所以代入之後可以看到如畫面上這樣的方程式 經過最後的整理引力的值就可以寫成了 兩倍的GMM除以括號D平方加X平方括號2分之三次方 那麼這個就是第一小題的答案 那第二小題怎麼辦呢 請各位同學發現在看一下 第二小題要求是在X等於的時候 所以當X等於的話是代表的 值點小m剛好在兩個值點大m的連線的總點上 那你可以想想看 質量相同 距離又相同 那是代表的 值點大m對小m的萬元力剛好會互相抵消 所以在這個位置下 合力剛好為0 完全不需要任何計算 只需要有基本的觀念 那麼這就是第二小題的答案 以上講解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